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两种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与语言、文化、习俗和历史都有密切的关系 今集我们请来的嘉宾 是资深大律师梁定邦博士 他会从语言和历史两方面 分别讲述一下普通法和文化 有哪些不同的基础和原则 并会讲解自晚清民国 到今天的中国法律制度有什么改变 首先我要声明 就是我没有代表任何机构 全部的今天所发言的内容 都是我个人的研究的成果 或者依书直说 当然关于历史的演绎 大家都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变成了我今天和各位所讲的意见 未必一定对 请大家批评 首先 为什么法律 英和汉本身 是有它的文化上的差异 其实英国的法律 和中国的法律 都不是源于英文或者中文 它是源于很多很多不同的文字 然后最后到今世纪 然后才形成了我们今天所感觉到 所接受到 或者所在我们日常生活 去规范我们的行为 这是一个文明的条文 其实讲到法律来说 只有文明就有法律 但是这样就讲得很长 所以我就用大约一千年的时间 和各位先讲起 大约是一千一百年左右 到大约是二十世纪 这一千年的变化 其实在语言上 文化上有很大的变化 大家首先看回我们今天所用的法律 其实都是源于欧洲的法律 就算我们今天在中国大陆所用的法律 我们在台湾用的法律 就是华人社会的法律 都是源于欧洲的法律 其实我们在十九世纪 一直到清朝末 清末了1911年 那个法律当然跟西方 没有很直接的关系 但是从1911年之后 就是民国开始的时候 那些法律已经是变了 是慢慢演变西方的法律 其实就是1949年 新中国建立的时候 当时将民国的法律全部推翻 但是所建立的法律 当时是用苏维埃的法律的模式 但是苏维埃法律的模式 基本上都是西方法律模式 去到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 1982年 我们国家有新宴法之后 其实有很多的法律 都是从西方演变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今天 进入到中国大陆 任何的一件事 买屋也好 或者是订契约 或者衣食主行 这些的法律 完全都是在1986年 我们当时的一套文法通则 1986年的时候 这个文法通则 基本上都是参照了很多欧洲的文法 亦都参照了我们《陆法传说》 1987年在外国 搬来我们中国的国土里面 中国的文法 所以变成了我们今天的法律 其实都是源于外国的法律 法律是怎样包装的呢? 是很简单的 法律就是用两个包装 一样是用文字的包装 没有文字没有法律 第二样包装 就是文字背后的历史和文法 两样包装法律 所以我这一千年跟大家讲的 先讲回欧洲的一千年 即是当时的情况 你看回这一千年 大概是一千一百年 就是欧洲的地图 公元的时候 刚刚公元 即是零年的时候 英国零年的时候是怎样的呢? 英国零年的时候 你看到这里有个分割 上面就是今天的苏格纳 在零零年的时候 英国是什么人统治的? 是罗马人统治的 在零零年的时候 刚刚就是海撒大帝 差不多那段的时候 当时罗马人是用拉丁文的 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古拉丁文 其实你要看回欧洲的时候 那些文字遍布了不同的国家 法国 就算法国也不是完全用法文的 法国是不同的地方 有很多语言的 法国在南边的语言 那些文字差不多接近于拉丁文的 再上一些去到巴黎的地方 就接近于今天的法文 去到这些欧洲就更加多的语言 我们今天所讲的德国 那里起码有二、三十种的语言 你以为说意大利文 不是的 意大利是有二十多种语言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部落在意大利 有很多人说谎言 像我们中国 我们中国五十多种谎言 意大利是一样的 但是唯一主要的文字 在这里是写的文字 政府的文字 法律的文字 尤其是最重要的 就是教堂的文字 是拉丁文 所以用拉丁文 是传承很多的 当时的固有的文化和法律 去到大概是中世纪的时候 即是1100年的时候 刚刚在大学开始 那时候刚刚在大学开始的 又说回英国了 去到1100年的时候 英国是什么地方呢 英国是被法国人统治 还有英国人本身 他自己的文化水平 是非常不高的 大部分 唯一有文化的人是什么人呢 有文化的人 基本上就是传教士 就是在教堂里做事的人 还有每一个所谓的 当时的郡主 这些郡主叫Barrons 当时每个地方 都有自己的土皇帝 自己霸着一大地方 霸着一大地方 叫做郡主 当时那些郡主 通常都会有 在郡里面的所谓首都 或者最重要的一个乡村或者城市 有一间主要的教堂 那间主要的教堂 都是有村主教 即是基督教的神父 还有都是主要的教育的地方 就是主要的教人去识事的地方 那教什么呢 那些人只是教拉丁文 所以法国的皇帝 来到英国的时候 那他怎么做呢 如何去执政呢 那他当时呢 他就想到是一件事 第一他说 我要是去把每一户的地方 每一块地 把它划分清楚 所以英国就有一本很重要的 今天的书 叫做Doomsday Book 这本书就是 当时的每一块地方 每一块地 是哪个郡主的 这个地的郡主 里面有哪个租客 那这本书就是当时的 就是哪个有地 这个是第一 第二件事呢 这个皇帝说 例如我来这里 我用什么法律去管治呢 他说 不要紧 他说 英国其实呢 有千多年的历史 原本是有罗马人在 其实那些人有很多的习俗 包括很多事习 有很多这些习俗里面 都有很多的规范性 一些的做法在里面 那这些做法呢 其实呢 就可以形成了 我们英国的法律 所以当时呢 那个法国皇帝 来到英国的时候呢 他就说 我不用有什么法律 我就用回现有的法律 现有的英国人 自己去规范自己 这些法律条文 就可以了 我呢 就只有一个东西 第一 我把地团搞清楚 第二呢 我开始呢 是做了一个法庭 如果谁来审理 有案件有糾纷的时候呢 那个法庭呢 本身呢 就可以呢 去搞清楚 当时的习俗是什么 所以变成了呢 当时呢 就是英国的法院 当时呢 就由这段时间开始呢 就是怎样去归立 这些的习俗 这些习俗呢 在判案的时候呢 就形成了一些原则 那这些呢 就变成了呢 英国的法律 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 普通法呢 就是这样来的 那还有呢 就是最主要的普通法 就是最初期的 两个重要的文献呢 就是这两个了 就是呢 Glanville 就是1112年 119年 他当时呢 是去走遍英国全部的 王庭法院 所看到的判案 和那些郡主 和那些教士 大家去谈过之后呢 他归纳了呢 一本书呢 就是关于呢 就是英国的习俗 拉丁文呢 Tractatus De Legibus Consitilibus Anglia 就是为什么呢 Legibus 即是Law Consitilibus 就是Custom 英国 就是英国 就是英国的Law and Custom 就是这样的意思 还有另外一本书呢 是16世纪的一本书呢 叫做Please of the Crown 90年代之前 我们在香港呢 就正是用防止贵努条例呢 去控诉贪官的 但是90年代后期呢 就用这个所谓 公职人员行为不当 这个控罪的 这个控罪呢 在我们的香港法例里面是没有的 香港法例里面只是说 后期90年代加了上去 如果有这个控罪的话 刑罚可以达到七年 只是这样写的 这个控罪的内容呢 在哪里来的呢 这个控罪的内容呢 其实呢 就是英国普通法来的 这个普通法呢 其实呢 一直可以追追追追追尋 追尋到很早期 这个 大约是一千年前的法律队书籍里面 所以变成了 当时呢 那些人呢 是未想过 后来呢 是有一个 律政司署的一个律师 现在是高等法院的 上诉庭的法官 他在这里铸研出来的 这件事是 他铸研出来的时候呢 最初的几件案 尤其是最重要的一条案 叫做闲锦华案 在终审庭 当时去审理这件案件的时候 有一个很长很长的判案 那这个判案呢 就是我们的外面法官 这个Sir Anthony Mason 所写的这个判案 写得很详细 那他将呢 就是普通法里面 那个起源 这些法律的起源 如何来 一直到今天 那我们普通法本身 所以呢 那个 那个背景呢 基本上呢 就是呢 要在这么多年的案例 但是这些案例呢 在英国的习族里面 去挖掘出来 然后挖掘出来呢 是因为有新的情况呢 是将它慢慢去调整的 所以变了呢 你会看回呢 就是呢 有两个样东西包装 这个法律的体系 有一样东西包装的呢 就是它的语文 但是语文如何去包装它呢 首先来说呢 就是说呢 我们最初的语文 基本上呢 是拉丁文 大家都懂得那个 Magna Carta 就是大约章 对吧 大约章呢 里面呢 有两点呢 到今天都用的 第一就是说呢 你一定要有 事先的法律 去规范一样东西 这样东西呢 才可以成罪的 你有事先的法律去规范呢 不可以成罪 不可以说呢 你做了一件事之后呢 又觉得这件事呢 就是犯罪的 就是不可以秋后算账的 这就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的时候呢 在审理的时候呢 是一定经过呢 是你们的 就是说呢 大家的同等的人 就是社会的人士的审判 然后才可以成罪 那就是说呢 我们今天的陪审团制度呢 就是从那里开始出来的 但是这个大约章呢 是用什么文字写的呢 是用拉丁文写的 所以说得呢 那个文字最初的包装呢 其实呢 是用拉丁文的 为什么呢 是所谓知书识礼的人呢 是学拉丁文的 还有呢 这班人呢 都是全教士来的 好了 那么英国当时的法院 是用什么的文字呢 其实当时英国的法院 是用法文的 一直到大约是十四世纪左右 然后才慢慢呢 英国的判案呢 才是用英文的 之前呢 有一部分是拉丁文 大部分是法文的 一直到就是 以丽莎白一世之后 才全部英文的 以丽莎白一世 就是大约是十七世纪 一六零多年 一五零多年 叫一六零多年 就是去到那段的时间 才全部英文的 为什么要全部英文 都很简单 因为他的父亲 就跟罗马教会决裂 决裂了之后 他说 当然不用拉丁文 当然是用英文 当然 所以变成了 之后 全部用英文 一点的法文都没有 所以变成了 我们法律的语言里面 英国法律里面 有很多的词语 有些是法文的词语 有些是拉丁文的词语 有时我们会碰到这些词语 所以变成了 从这些词语开始 就是英国的法律 就开始有 语言上的包装 一直在演变 但是我现在开始和大家说 就是说文化上的包装 他们文化上的包装 其实是有很大的演变 那个演变是怎么来的呢 首先我和大家说的大约章 大约章是1215年 大约章之后 有一个很重要的法律 就是英国开始 最主要的立法机关 就是英国的国会 但是当时英国的国会 就是郡主 就是大地主形成的 不是像今天一人一票的选举 一人一票的选举 一人一票的选举 基本上应该是 在英国二十世纪 大约是战后 然后才开始有一人一票 最重要的转捩点 就是大概 当时英国是查理士一世 当时是一个暴军 因此英国的国会和他打仗 打完仗之后 是将他处死的 当时查理士一世 将他处死之后 英国有一段时间 大约是二十年左右的时间 是变成一个共和国 就是 然后去到 之后 这段时间 一五八八几年之后 然后才变成 就是 回回查理士二世 就是查理士一世的弟 在法国回来 然后做皇帝 一直到1688年 英国才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它叫做 Glorious Revolution 在当时的1688年的时候 英国是有一套法律 这套法律 就是这两套 1688年的时候 英国有一个所谓 人权的法律 就是说 首先这个人权的法律 第一 讲清楚 就是 这个君主是不可以赴税 以及不可以立法的 只可以经过 这个 英国的国会才可以立法的 还有就是 在1700年 再过了十几年之后 这个就是说 法官除非 君主和联同国会 两院一起的同意 才可以被解雇 所以变成了 即是说 法官 是可以说 是有个独立性 而且是不可以 是因为有任何理由被解雇 其实是从那天开始 就是在英国的 法律里面的文化 就说 是法律本身 第一是法官本身去宣判的 第一 第二是法官是不可以 是独立的 不可以随便被解雇的 在这里 由这里开始 英国的法律 就开始我们今天所说的 所谓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即是 法官本身是独立审判 甚至到19世纪 有个所谓三权分立 这样的意思 一会我们再谈这个问题 但是 这个就是看回英国当时的文化 还有 英国的普通法里面 觉得是很神圣的 英国的法官 普通法觉得很神圣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1610年 即是在1688年 和1700年之前 这100年 是隐藏了很多事情 当时有几件案件很重要 当时国会立了一个法律 立了这个法律 这个法律是什么呢 很简单的法律 这个法律就是 在伦敦里面 你一定要 所谓皇家医学学院的人 英格兰皇家医学院的人 才可以执业做医生 但是忽然间 有个苏格兰皇家医学学院的人 来英国去执业 这个就是Dr. Bonham 当时Dr. Bonham 被英国的皇家医学院 找人拘捕了他 就说你是非法行医 这样 所以就去到大法官 Cook Chief Justice Cook Chief Justice 就说国会是无权推荐普通法 普通法说职业 大家是平等的 你不能将任何的职业 将它垄断的 即是说普通法是不想这样做的 所以变成了你的立法是不成立 而且这个立法是如何呢 它说是超越了法律所给你的决力 这个判案在1700年之后是不适用的 为什么呢 在1700年之后 当时国会是确立了一个原则 就是说这是国会至上原则 英文叫做Sovereignty of the Parliament 就是说国会所立的法 全部人都要大家去听 这个就是我们最高的法律 所以英国本身最高的法律 就是国会所立的法律 因为英国没有宪法的 没有更高的宪法 所以英国国会所立的法律 所以大家都要遵守 就算它是将普通法本身将它推翻 它也有这个权 所以后期就是女人受益 为什么呢 普通法认为女人是财产 是一个男人的财产 但是在19世纪里 国会是立法将这个普通法里面的概念 将它推翻 所以变成了 即是说普通法 是可以被国会的法律推翻的 所以变成了 这条的这件案子 今天就不适用 但是有两件案子是很适用的 这个案子就叫做 The Case of Prohibition 又是Code的案子 1607年 这件很简单 那个皇帝 那时候James I 那个皇帝就说 这个法院叫做王庭法院 我可以亲自审理 为什么不让我亲自审理 因为他有个朋友在审案 那个朋友跟他好朋友 他跟皇帝说 不如你审吧 你审我便好 皇帝就跟大法官说 你走开我来审 我坐在这里 这个Code很不听话 他就说 我们普通法 虽然说这个法院是你的 但以你的名义去审理 但是审理案件 在普通法里 由开始至到今天 一定是要专业的法官去审理 他说你陛下本身 虽然你是很聪明 但是你不是专业法官 你怎么审 麻烦你走开我 我便坐在这里 所以变成了 这件案子 据说 皇帝当时很生气 想拿把剑出来 就斩这个Code 但是后来他也想清楚 没有斩到它 所以这件案子 是一种重要的案子 就是说 皇帝虽然以他的名义 所以这个皇帝本身 就是说 以他的名义去做 不是等于他可以去做的 皇帝认为自己 是所谓的超言 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构建 正式的法律的条文 本身是不可以这样做的 因为是以他的名义 不是等于他可以做的 另外一件案件 也是重要的案件 就是皇帝本身说 我有特权的 所以我有特权的时候 我就可以立法 这个Code也是不听话的 普通法已经说得很明 尤其是大约章说得很明 只是国会才可以立法 皇帝不可以立法的问题 你会有一些特权 但这些特权在法律里面 已经说得很清楚 是很窄的 这些特权 法律没有说过特权 就不是特权了 基本上是受法律所牵制的 其实这些是1700年前的法律 1700年之后 将这些东西说得很清楚 第一就是 只是法官才可以判案 而且法官宣布 法律的内容应该是怎样的 国会是可以立法的 君主是要听法律和国会所说的 但是他可以执政 但是他的执政是做法律之下的执政 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所谓在十九世纪去归立 这一套的原则和文化 就是所谓的三权分立 三权分立最早期的时候 就是一个法国的一个贵族 大约是1750年的时候 写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法律的精神 L'Esprit de Loire 就是法文 法律之精神 法律之精神里面 就是说到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在法律之上的 所以变成了 在一个政体里面 他说应该有三权本身互相牵制 但是互相牵制的时候 就不是等于三个都自己大了 因为有法律之中 所以在三权分立之中 在十九世纪 是有一个更清晰的演绎 这个清晰的演绎 就是一个人叫做A.V. Dice 叫做迪雪 其实英国也是没有很直接的三权分立的 为什么呢 英国首先来说 英国最高的法院 都是英国的上议院 上议院是议会的一部分 所以英国是没有很直接的三权分立的 所以变成三权分立的所谓理念 不是很大的意思 最大的意思就是说 在英国的法律的文化 和他们的传统里面 就说有几点 就说第一就是 国会有立法至上的权力 这个就是第一 因为在1700年已经确立了 第二就是 法律的内容本身 如何去宣判 应该是要经过一些法院里面的实质案件 然后才可以将它宣判 在这个实质两件里面 的时候只可以法院本身 是去宣判法律的内容 这个就是第二点 第三点 他说因为法院是去 有这样的职能的话 法官是有他们的独立审判的权力 和独立的审判权力 是看现在他们不可以随便被解雇的 第四件事就是说 法律上一定要人人平等 除非是法律上赋予他有特权 英女王到今天都是有特权的 英女王不可以在英国的刑事法院被审判 所以变成英国如果是英女王真的犯了事的时候 他首先来说他一定要认 第二他要上议院的人 将他看出什么惩罚 或者去到很极端的情况之下 去到查理斯一世的做法 即是说革命的问题 查理斯是一个革命 将皇帝的头斩了下来 其实这四件事就是概括了 在英国的法律传统里面 所谓的法律和法治的精神 其实所谓的三权分立 最后来说不是一个法律的概念 这是一个政治的概念 但无论如何 这三权分立也可以套入 刚才所谓的四点 但只是用一个概括的方法去套入 基本上我们现在讲完英国的理念 然后再讲回我们国家的理念 首先来说 为什么我们英国这个理念 本身是传到全世界英语的国家 首先说一句说话 其实这些东西 都可以说得是一种所谓 与民霸权主义 首先来说英国的法律 是如何传播到全世界 因为它经过两条路线 一条路线就是去美国 在那里跌文 但是它带过去的都是英国的法律 它变成美国建国之后 都是用英国的普通法 但是除了美国 其他地方又如何呢 但是英国在18世纪开始的时候 英国开始建立自己的大英帝国 尤其是最主要最重要的大英帝国的地方 就是在印度 印度是最大版图的 是 东印度公司 就在17世纪开始 一直到19世纪的中期 都是管治英国 一间公司管治英国 不是英国政府管治英国 去到1858年 英国政府才直接管治英国 因为当时有革命 英国政府才直接 但是这个人 我给这句说话给你看 为什么呢 这个Thomas Barrington Macaulay 是一个很出名的英国历史学家 他在英国来说 是一个很开放的 开放思想 尤其是他的家人 当时是去解放黑奴 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他这样说的 他当时在印度 是代表 是东印度公司的其中一个要员 其中的要员 他是这样说的 他所有记载在 所有梵文的书籍 的历史信息都比不上 最简易的 英国中学语科的书籍 这个说法 我认为一点都不夸张 梵文是很多很多书籍 到了今天的文化 我们全世界的文化遗产 很重要 但是他可以这样说 所以他当时流行是英国的教育 因此 印度人说英文是比全普通南华人好 因为是这样的 但是最主要的一点 印度的法律是用英国的普通法 你去印度最高法院 是去辩护案件 是去拗案件的时候 用英文的 不是用印度文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英文在整个英国的英语版图里面 是这么重要的 你看到英语版图很大 全世界来说 现在全世界 应该讲中文的人 也不少了 有十几亿人 讲英语的人没有十几亿 中文的人多过英语 但是在国家地面的版图 是讲英语的人多过版图 多过讲中文的人 所以英国的法律 本身是遍布了这么多地方 基本上在语文上 它是特别提倡的 你要看遍布世界的法律上的影响 橙色的就是所谓Common Law 橙色的就是Common Law 其实印度也算是Common Law 但是它不写Common Law 印度就写着Mixed Law System 因为有些当地的法律 但是很多Mixed Law System 很多都是Common Law 你看到另外的地方 就是Civil Law 首先来说 什么叫做Civil Law 什么叫做文法 我要讲回文法 又讲回欧洲 当时 欧洲在大约是中世纪的时候 是很多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政治的倾向 但是当时最主要的 是跟欧洲人 在德国的人 可以去到意大利 跟人可以聊天 是用什么语言 是用拉丁文 没有其他语言可以讲的 因为全部都不通 只有拉丁文通 所以到了中世纪的时候 我们全部懂得知书 懂得理的人 只懂得拉丁文 所以那些法律 本身很必然地 回到拉丁文的法律文献里面 我用法律是用语言包装的 我只懂得拉丁文 那当然是用拉丁文包装的法律 这个不用说了 所以用了大约公元五百多年的 这个罗马的法典 五百多年的罗马 那时候大概在罗马帝国 大概是公元的开始 罗马有两段的历史 公元之前 罗马是一个共和国 公元之后 罗马帝国 就是什么大帝 所以在这段时间的时候 这个Justinian 这个皇帝 是将罗马的法典整理 整理了很多篇 整理之后 在中世纪的时候 将它挖掘出来 所以全欧洲知书识例的人 都是读这套法律 所以这套法律 在欧洲里面 一直这样传承下去 传承到 是去到 拿破仑的法典 1804年 也一直传承到 1900年 在德国的法典 就说到我们国家了 看回我们国家的时候 首先来说 就是在清朝 我们国家的法律传统 和欧洲的法律传统 当然是很不一样 英国的法律传统 基本上就是 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法典 因为法律就是在人民里面的 大家的习族关系 法院是将它 是归立挖掘出来 所以英国的普通法 是叫做宣布性的法律来的 欧洲的法律就是说 我这些法律 是从古罗马我抄回头的 所以变成我重新来过 所以变成了 这个 拿破仑就说 我重新来过 就是法国有这么多这些俗例 我不管这么多 我这个法典就是法国的法律 德国当时的 就是1900年的时候 德国已经统一 所以变成我统一的法律 我重新来过 我不管以前的俗例 我重新来过的时候 是会集全部的 以前我们所看到的经验 其他的法家的经验 我们将它集大成 写在这个法典里面 但是这个法典 就从今天开始 是变成了我们国家的法律 这样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德国的法典本身 是有大概 都不是很厚 大家这么厚 就是人生 大家有二十多篇 不是很厚 英国的普通法 你是不知道有多少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全部的判案 所以变成了 要去读英国普通法 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还有重要的一点 就是去训练一些 英国普通法的法官的时候 是需要很长的过程 一个新兴的国家 是没有可能做的 所以变成了 在日本当时明治维生的时候 明治维生大概是一百六多年的时候 当时日本已经说得很清楚 我们用德国的法律 德国当时也有个初型的法典 他们就用初型的德国法典 在晚清的时候 我们请了很多日本的专家 来帮我们的法律边产馆 边产馆有两位人兄 一个是沈家本 一个是五庭坊 沈家本当然就是北方人 五庭坊就是香港人 广东人 他们两个人 当时就要看 用不可以 我们以前的法律 没得用了 因为我们以前的法律是什么呢 我们以前是没有什么法律的 还有没有商业的法律 这些法律完全都是国家统治的法律 还有我们大部分人与人之间的法律 是以什么呢 是以道德去管轄的 所以变成了我们当时的法律体制 是很难用于一个所谓新型的社会 尤其是跟外国接触的社会 所以在晚清的时候 就开始法律编制馆 是有些新的法律出来 在1904年 1904年很重要的那一年 那一年就是废除了科举 1904年最后的科举 所以变成了 当时在这么多年的时候 我们开始有些模仿西方的法律 但是大家都知道 1911年大清皇朝没有了 这些法律就没有了 所以变成了去到1927年 我们然后才有一套正式的文法 就是这个《陆法传说》 这套正式的文法 大家都知道 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完全是从日本 是很多的条文是过来的 但是日本是从德国过来的 有人说过 用陆法传书 当时陆法传书 用德国的文法典 是一条一条比较 是百分之九十五是差不多的 还有一点就是很重要的 当时是一个重要的起初人 叫做王冲卫 王冲卫就是头一个人 将德国的文法典 是将他翻译成英文的 王冲卫的英文翻译 一直用到1950年 都只是用他的本 1950年后就有新的英文译本 王冲卫后来做了国际法庭法官 这套法律完全是西方法律 就是我们中国的法律 完全是新的法律 因为新的法律 就变成了我们的大城市 要经商的时候 完全是用这套法律 包括有一部分的亲属法 我们都改变了 但是因为我们中国 一直到1949年之前 都有很多地方是多妻制的 所以变成了我们中国的法律 尤其是在中国的法院里面 都是承认多妻制的 一直到香港 都是一直承认多妻制 一直到1971年之后 然后才不承认多妻制 1971年我有婚姻法的改变 一直到新中国 新中国的时候 有一件事大家要知道 我们的宪法是1954年才有宪法的 1954年有宪法之前 就是用全国政协的 一个当时的共同当领 作为一个临时的宪法 临时的宪法 临时的宪法 还要一点的 就是废除了原本的国民党 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 法令和司法制度 就是以前的事情全部推翻 所以变成了我们一段时间 是有一个法律的真空的 但是也不重要的 法律真空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由五七年之后 已经开始有大躍进 之后有人民公社各方面 一直到1978年之后 就是这些制度的改变 1950年代到1978年 都是完全用政令去调节社会 尤其是在人民公社来调节 所以当时还用得着 改革开放之后 就用不着了 改革开放之后 尤其是在我们19世纪初期的时候 就是20世纪初期的时候 跟外国接触了 我们开始有私有财产 有民营企业 所以变成了我们需要一整套法律 这法律是怎么来的呢 是1986年的时候 开始有一套叫做文法通质 文法通质 其实跟陆法传说差不多 跟德国的文法典也差不多 所以变成了我们又用了欧洲的文法去做 到今天去到密权法 2007年的密权法 都是跟德国的文法典很有关系 你也可以把它一一比较 就是这些概念 都是跟德国的文法 那为什么不用普通法呢 亦都是很简单 用到普通法是太费事了 有问题的 用西方的文法是比较简单 是容易一些去接受 而且只可以在一个典籍里面 可以大家去发挥的 所以到了今天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的国家法庭的审判 其实跟一个欧洲法庭的审判 不差得很远 欧洲法庭审判又是差不多 有几个法官坐在中间 然后一边就是检察官 一边就是辩护律师 犯人在中间 你去到德国、法国的法庭 都不差得很远 差不多这样子 跟香港不同 香港这个法庭就是这样的 尤其是要带加法 这个做法是很不同的 最主要的一点 就是在普通法里面 是有一个陪审员制度 陪审员制度 我们后来也是用了陪审员制度 用两点 陪审员本身在一个案件里面 是去将事实去搞清楚 是判断事实 法官是去引导陪审团 使他们如何判断事实 有法律的问题是法官所定的 就是这样的 所以最后是陪审团所判断事实的 但是在我们的欧洲的法庭是不同的 就变成了判断事实是法官的 判断法律也是法官的 但是其实现在开始 我们上几个月 我们在北京开始开一个中华司法研究会 我也是其中一个Member 周强最高法院的院长跟我说 其实我们大家国家都开始研究 需不需要用陪审员制度 还有在审案的制度里面 我们应不应该用一些更加仔细 和世界最先进的推理方法去做 其实今后我们最高人民法院 前几个月出了一个五年的法官培训计划 这个五年的法官培训计划 其中的一部分 就是去看其他的法律制度 那个审判制度和那个法律推理 是怎样将它去升级 那就是我们都是 大家都是想进步 但是这个法律的文化 和普通法是很不同的 我希望这段时间 和各位可以讲到 我们中国的法律 和外国文化和普通法 法律的语物和文化的包装 一些的历史 感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